周深就像润滑技 既懂得照顾人又能及时接梗 把活跃的和不活跃的两边都凝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综艺效果 可能单拎某方面它不是最引人注目的 但少了它却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最解气的就是玫瑰少年 明明白白递下了黑子了 而且黑子不然没这么大的平台讨论量 不过最终结果是让更多人去搜玫瑰少年听 反向宣传拜 周深作为歌手 被更多人去搜索作品 被更多人听到 多好 非生气就是要历劫 经过这次天赐的声音 周深的专业度和话题度 热度必定会被更多甲方看到 良性循环 继续一路生花 在整个天赐的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力量 每一首歌都唱到了我们心里 希望周深一路生花 生活事业越来越好 觉得舞台上的它才是最真实的它 这种真实是内心的真实 借助音乐投射出来 在台上它有力量 有爱心 有魅力 有焦虑 有不安 这些都吸引着我 而在台下我希望它可以获得平静与安宁 贴取天赐因为是因宗我先入为主的思想 那这次的推理八是我第一次认真看烧脑探案的综艺 周五更新的上中下在探案过程中它的镜头不多 但最后那段普法的时间都是周深在主导问题的走向 Q人Q流程扣主题 说实话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优秀主持人的能力 就像定海神真正山之宝 有他在你永远不用担心会冷场会跑题 他虽然小事上经常打退堂鼓 但大事上从未让人失望 即使他不唱歌也会是个大牛